夏天高温天气持续刷新记录 很多小伙伴苦不堪言 怎样有效防暑去湿 是这个酷热难当的夏季 必须考虑的首要大事 中医把湿分为两种 内湿和外湿 常见的去湿方法有很多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款 简单实用的去湿药膳 健皮去湿汤 先来看看我们要用的食材 首先是山药 中医认为山药有补皮养胃 生肌易肺 补肾固精等功效 经常服用对身体健康极为有利 第二个药是义仁 义仁的营养价值很高 是老幼皆宜的食品 第三个药是福灵 福灵有健皮宁心 溺水化湿 补气抗衰的功效 下面一个药是白匾豆 白匾豆腺微温胃肝 具有核中消暑 健皮化湿的功效 下面一个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枣 大枣腺温胃肝 具有补中益气 养血安神的功效 最后一个是赤小豆 赤小豆善于溺水化湿 形气健皮 可以防止夏秋一发的腿肿 现在我们就来制作这道好喝又营养的健皮去湿汤 我们将准备好的药材放入锅中 山药 白匾豆 翼仁 茯苓 大枣 赤小豆 加适量的水 浸泡半个小时 大火煮沸 转小火 加盖继续炖煮30分钟左右 一道营养丰富 口感软糯的健皮去湿汤 就做好啦 大火煮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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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小火煮沸